918雨震进入尾声,即将局提醒,周三就是921国家防三日,所有手机将收到地震速报测试简讯。 美军第七舰队司令表示,中共如果封锁台湾,国际社会将可能介入。 近期贵州隔离巴士翻覆造成27人死亡,中国舆论沸腾,我们都在车上成为社群关键词。 美中新太空竞赛专家指出,谁控制太空,谁就掌控一切。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,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晚间8点新闻。